新的电子付款方式越来越多元 商店改采无现金方式来运作的情况 也更为普遍 不过美国费城最近通过了一条新法令 与零售业创新趋势背道而驰 那就是禁止商店只能接受电子付款 或信用卡等无现金交易 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无现金商店的城市 新法令的用意在于要保障低收入的消费族群 不会被这些无现金商店拒于门外 支持这项立法的议员葛林里表示 他认为现金是法定货币 无法在商店内购物实在不公平 而美国有不少人因为贫穷或者是其他原因 没有银行户口或者是不想申请信用卡 来避免各种费用 因而无法在无现金商店中购物 据统计有26%的市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许多人没有银行账户 这项法令日前已经获得费城市长签署同意 今年7月即将生效 不过新法令仍有部分豁免 例如停车场、网上和电话交易 付费会原制的零售商店 以及需要先以私用卡做抵押的业务 像是租车公司等等 就可以继续维持不收现金的模式 来配合他们的营运需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